嗨 大家好 我是志明 我是狸貓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就是阿瑪吃耳塞這件事 真的很誇張欸 到底為什麼會吃耳塞 當下真的是嚇死了 你看這一袋 這袋就從醫院帶回來 就是從阿瑪的胃裡面取出來的 還有一張紙喔 當時是在他的胃裡面取出來的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好誇張 他吃整塊下去 然後這個是 也是從他胃拿出來的 不知道哪邊來的一個 就是塑膠紙 那我來分享一下當天是怎麼發現的 那天就是我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就是我去我房間廁所 然後我就看到 地上就是剩下一半的耳塞 就大概 今天他吃了一半嘛 所以這其實差不多就看到像這樣子 那耳塞原本是完整的一顆 所以你是應該就是很急著要找另外一半在哪裡 對 我當下就想說 應該不會真的是他吃的 因為可是這個很明顯就是他咬過的 對 所以他一定有動過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他吃下去 因為有時候他會咬一咬玩一下 對 他就可能丟到別的地方去 對 然後我就在找了我整個房間 然後都沒有找到 然後也沒有吐的痕跡 然後我就想說好不然我再過 我就想試試看就是過兩三個小時 看會不會在哪裡出現 或是他吐出來 然後到了五點多 然後想說天啊也還是沒有吐 我覺得很緊張 然後我就問小當手們 我說我是不是應該要帶他馬上帶他去 對 然後大家說對呀這感覺很可怕 然後我就帶他去了 然後後面 後面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最後是剛好 阿馬好像有順利拿出來 但是他還早 因為他還在他的胃裡面 所以直接用內飾鏡就直接把他取出來 對 因為還是在幾個小時內發現這樣子 當時這個指就是醫生在看會是 那個內飾鏡的時候就發現有一張奇怪的藝物 我們就會很好奇他為什麼會吃下這些東西 先說阿馬其實本來就是容易有一石屁的貓咪 他從我們遇到他的時候 一直常常會對塑膠有興趣 但其實大部分時間他是不會這樣吃的 對 通常他就是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肚子很餓的時候 他就會去吃塑膠 因為我在幫他減肥 對 剛好最近在幫他做減肥 減肥給他的壓力其實蠻大的 然後他可能就是很餓嘛 他餓的時候他就會去找那些塑膠來吃 他真心要吃他 他是肚子很餓來吃 對 這可能也是提醒我們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課題啦 我們就是還在要調整要怎麼 要怎麼拿捏 對 要怎麼拿捏這個分寸 接下來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些常見的貓咪一食物品有哪些 就是大家這些東西都是有可能會吃 但是不一定 對 可是這些都非常常見的 像最常見的其實就是塑膠吧 塑膠物 塑膠袋啊 都會喜歡咬 塑膠的所有包裝紙啊 還有膠袋也算是塑膠物喔 這個耳塞啊 你知道醫生說為什麼他會想要吃這個嗎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塞進去嗎 會有點那個耳屎的味道 他說貓喜歡這種味道 蛤 對 所以他是聞到 鹹鹹的 聞到我的耳屎然後想吃 好可怕喔 對 所以這是耳塞的 對貓咪的一個誘惑這樣子 然後可能又加上他本身的材質 他覺得是好的 對 材質 因為他很餓嘛 所以他可能覺得那個鹹鹹的味道很像飼料 他可以讓他止餓 我的耳屎是飼料 再來這個狗狗跟貓都可能很常見 就是泡棉類的東西 比如說最常見的巧拼 尤其是學生宿舍很多地上都會有巧拼 對 那巧拼很多是貓會把牠抓來咬碎吃 對 或者是像那種懶人鞋有沒有 懶人鞋那種材質 有些貓或狗也會去啃 其實這個耳塞本身也是像巧拼的材質 類似的 其實是很像的 就是那種軟軟的 軟木塞類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想補充一下就是那個巧拼啊 有時候你的貓啊 你家裡的貓如果會抓巧拼 你知道這其實是危險的 有些人就說他只會抓他不會吃 但是你知道他抓完的時候 他手上都是那個巧拼 會殘留 那他是巧拼之後他就會開始舔 他就會吃下去 如果幸運的話他可能吃一點點 然後他會排出來 但是不幸的話他剛好集結在一起 他就會造成腸道很嚴重的阻塞 對 所以最好有養貓的盡量還是不要用巧拼 真的最好做法就是 都不要 換掉他 對 只要他會抓 他就會吃進去 對 他就算不是主動去吃他 他就會一樣有效果 很可怕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貓常見的意思 也是最危險的 我知道我知道 是不是線 對就是各種線 毛線 尼龍繩 什麼繩子 裁縫線 這個超可怕 超可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是線 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自己排出來的 對幾乎不可能 然後他也很難拍到 或者是很難照出來 X光幾乎都照不太到 可是照得到的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已經線嘛 他會弄進去 可是線他會排的時候 腸位會蠕動 對 你看他割破他就有生命危險 當下馬上就要吃到開刀 而且很嚴重 對 這個真的是大家都要收好 就是你當下你看到 比如說我現在手上有一個線 或是有一個塑膠 你用完了 你就把它收到貓咪 收不到的地方 真的從今天開始 大家要養成這個習慣 把家裡面所有這種 有容易讓 一十匹的貓咪吃下肚的東西 都要把它收好 毀滅掉收好 太危險了 還有再補充一個就是 這個大家聽起來 可能會覺得有點誇張 可能那天醫生也特別跟我講 前幾天才處理了一個貓 吃了真 哇 真喔 吃了真的狀況 對有聽過 然後我就說那是 怎麼樣情況會遲到這樣 他就說 對那個情況就是 那個人 他在做裁縫 對 他才剛放下來 對 那個貓走過來 咻 瞬間就吃進去了 來不及反應喔 你來不及反應 就像我們現在 耳塞在這邊 在這邊好了 阿瑪走過來就 嘶 好可怕 他就瞬間吃進去喔 然後那個人當場 就是嚇到 他就趕快帶他去醫院 那還好是後來 醫院也很快嘛 所以他很快拿出來 然後 也還好都沒有刺穿 穿孔或什麼的 所以就是真的要小心貓 貓的動作真的是很迅速 那我覺得這次 你做得非常好的一點是 你在第一時間嘛 這樣發現那個耳塞 而且你發現 你不是想說 啊好 可能是自然 對 你不是往好處想 你是往壞處想 其實有很多時候 貓咪的疾病啊 你在發現徵兆的時候 你都是要往壞處想 才有辦法在最即時的狀態 讓他去得到治療 因為你什麼時候往好處想的話 就好像都沒事 很可怕 那其實有時候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你未知的狀態下 而且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請醫生用內飾機拿出來 其實就花了一兩萬塊 對 那如果是像線啊 或針 你不管他的話 你到時候 會更麻煩 你會花更多錢 因為你一定是要開刀 對 那要花很多錢 你要花更多時間去照顧他 對 然後又有生命危險 你看那個時候 這個就是因為你及早發現 所以他還在胃裡面 才能有辦法用內飾鏡 如果再下去就沒辦法 都只能開刀了 如果他沒有自己排出來的話 我想說應該也會有人踏薄 我說我怎麼沒有把這個收好 其實我那時候是放在抽屜裡面 對 我不知道他怎麼開 然後把它撈出來 所以你可能在抽屜裡面 你還要再拿一個盒子 把它裝起來 對 當然很多原因啦 那我覺得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警惕 對 就是要設想最壞的狀況 就是 如果他會開抽屜的貓 那就要把它放到盒子裡面 對 那如果會開盒子的貓 你是不是要拿膠帶把它封起來 就是你要盡量去做到最晚上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難免 難免你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你也不用說太緊張 但是我覺得 多多觀察他們是非常重要的 對 我們還好 我們是剛好 我們在阿瑪還沒有異狀的時候 就帶去看醫生 對 那如果通常衣食品會有異狀 就是 嘔吐 對 然後或者是精神時遇狀況不好 多多觀察他們也是非常必要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的話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也有幫助 同時我們跟大家都是做一個很好的警惕啦 對 大家就是不要心存僥倖 好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好 訂閱一下囉 大家可以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 好 那大家拜拜